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那天看到一个东西 他说如果你用女权主义来讲 他说现在根本是母性社会 他说现在的价值观根本跟着女性走 他说如果你看历史也是 因为所有的男人都是迎合着女人要什么 而去做那件事情 所以其实是女性在主导这个社会 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父权社会 他说可能是这样想的 例如说女生想要个房 那你现在就拼命挣钱要买房 那有个车或者是我想要几百朵玫瑰花 你都是follow着你想要的另外一半 这次情人节你收到花了吗 你干嘛问那么伤感的问题 都剩女了 你看我跟你讲 我有时候觉得 我永远没有办法让亲爱的女人们明白 他们认为那些个天经地义的 比如说情人节我要收个什么花 或者说我要一个wide wedding这么白色的婚礼 还有什么我要结了婚 什么要一个孩子两条狗儿 两个孩子一条狗 我觉得这些东西 他很难让他明白 不是你的梦 但是那个是别人放在你心里忽悠你的 但是我想我相信了 那就是我的了 因为这个东西很好玩 就是说不要说是谁放到他的脑袋里面的 只要这个东西本身有一个标签叫幸福 那大家就觉得说那就是我的了 因为幸福这个事情是从小到大 你都看得见的 至于说这个幸福的定义 只要你看到他外在 也许你就忘记了 其实那个定义是谁下的 你看就下定义这个事很讨厌 比如说我就不同意发明什么圣女啊 什么这种词 对吧 其实你像人家又婷这样的女孩子 都是自己经济能够独立 对吧 人家不苟且 人家讲究 人家不吃粗粮 人家就是宁为玉岁不为瓦全 找不到合适的 我也不随便 哪怕单身终身 对吧 实际是值得敬佩的女性 但是又婷你有60岁吗 没有啊 你也没有50吗 对吧 他老说他是圣女 对啊 就是这个圣这个 其实还是我觉得跟你的生理状态啊 跟你的年龄啊 这些东西还是成正比 我现在有点觉得说18岁都是圣女了 那把这条线一直往下推的话 那怎么办呢 就是说大家都要在最早的时间就好像一个货物一样要下定 就很早你还没胜出来 已经有人帮你做了没了 那你就不是圣女 那多可怕 没没没没没错 林老师 我觉得中华民族的女性 现在啊极其缺乏安全感 她这种缺乏安全感以后啊 会造成她的生活是非常的没劲 非常的没劲 为什么非常的没劲 那天我就给你女孩写信说 我说人生不可预定 你呢 现在这女的就是我要安全了吧 就是我几岁几前要结婚 几岁要生孩子 几岁要有第二个孩子 几岁要什么 我就说这个 这个这是什么生活 对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 台湾啊 就容易出这种女性 没有没有 其实内地现在也是非常非常的 也是她就没有安全感 可是我要说的是 这也并不真的就安全 是吧 这个这就是个意淫嘛 对吧 而且就说人家林老师就是从历史讲起 你讲现在的这个什么前卫啊 独身啊 当年香港知道什么叫姑婆 不是叫姑婆 妈姐知道是什么吗 我刚才不知道这个名字 对对对 听起来她以为是奶妈 其实不是奶妈 不是乳娘 她其实是一种女佣 也可以说是一种帮佣 那以前的女佣跟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是菲律宾人啊 泰国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大部分觉得说 最纯净的这种女工呢 就是从顺德来的 那我们大家也知道说有一种叫纸淑女这样子的一种女性吧 那当时她们的鞭子输得很长 其实就代表了她们没有结婚 然后她们都会把所有的时间跟她们的心力都放在她的主人家身上 她们有时候带大的不只是一代的你可以说她的主人 她可能带大了两代 或许有时候她年纪大了 她还是住在她主人家里就三代也有的 这就联系到当年啊 就是这个香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 叫顺德那边来的嘛 叫自淑女 但是自淑女就是独身了 就一辈子不嫁 一辈子不嫁呢 但是呢你看现代人啊 哪怕是夫妻都有那种新型的夫妻关系 不住在一起的 对吗 要保留这个个人空间 可是那个时候你看啊 她虽然一辈子不嫁 但是姐妹们到老了 她是住在一起的 对就叫姑婆屋嘛 就叫姑婆了 妈姐变姑婆 就叫姑婆 所以呢这个林老师还给我们找了一段唱段 黑白片 可以反映一下这种人的生态 你看五千多年前就在香港就出现了这样的妇女 好新潮哦 我刚刚想的时候 你看说我们可以自己独立 也不用靠什么丈夫 我们互相可以照顾 其实我已经开始在找这样子的姐妹了 哈哈哈哈 我要为女仇 我们真的靠男人靠不住 我要靠姐妹 但是呢那个时候的姐妹为什么变成姑婆了之后 她还是要群居呢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 我说你说那些 呃你刚刚说的那个叫做什么 呃 我要先有家的感觉 我可以不一定要有男人跟我成立一个家 但我suppose一定是要有个家 所以像姑婆我也是要有很多姐妹 因为我们两人以上成为家庭 对 是吧 所以我觉得那还是这个归属感是这样的问题 但是你必须要这个社会里面也有这样子的女孩子 跟你觉得说我们是两个女孩 也是一个家 对我们也可以是一个家 不然的话这两个女孩一碰在一块 她只会再诉苦 就是说糟糕了 今天我还是没有找到 然后就是说那个男朋友对我怎么样的不好啊 她要骗我怎么样 嗯 到最后你还是像他里面讲的 还是要靠那个所谓的叫丈夫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女孩子 她担心的也不至于说是她有没有这个家 而是这种社会的目光 就大家怎么看她 到底主流的幸福是什么 就是主流所规定 或者是你刚才说灌输的幸福感 到底是什么才叫做真正幸福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物品 有时候甚至把自己当成是个股票 所以我这个股票的价值其实并不是从我自己来的 而是别人投资多少东西 别人对我的信任有多少 所以你现在出去 比如说打个工啊 或许你交一些新朋友 一问啊圣诞节没有人跟你过啊 情人节没有人跟你过 他就会觉得说其实他有问题 他有毛病 真的我只要说我一个人去看电影 你知道我引来多少无限同情的目光 还有我刚开始觉得很正常的 怎么这样很可怜吗 大家都快哭了 我想说昨天怎么一个人去看电影啊 怎么一个人吃饭 你怎么可以 从本来正常的被问的问 我都觉得我好像不正常了 没错 其实啊这个里边啊就没有看到这个 我觉得有阴谋的 这个东西里边啊 它是有阴谋的 就是说什么样的生活模式叫成功 什么样的生活模式叫幸福 这个不是说谁有意耍这个阴谋 我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 有这么一种阴谋 这个阴谋呢 它渗透在一切方面 你比如说我们电视台啊 你见多的是找一对夫妻上电视 那广州话叫幸福 我们幸福啊幸福啊幸福啊 我们夫妻俩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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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看得我 大家很好很好很好啊 但是呢 你很少见到 我请两个离婚的人来就说 我们俩确实性格不合 离了之后呢 我觉得我们都找到了自己的空间 我们活得更快乐了 你什么时候见过电视台 会搞这个东西 对 你看这个里边不由自主的 就是你呀 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 一种不由自主的排斥 给人家 包括这个圣女这种词 给人家造成压力 哎呦 亲人节一个人过呀 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 对吗 社会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 才好统治 因为当所有人都被规范了之后 大家就会自己去规范自己 而不是说我们都可以有 各种各样的选择的话 他就会乱了 所谓的乱的意思就是说 选择多了 选择多了的时候 有很多人 因为他不了解自我的话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 没错 我就觉得这个社会啊 就在把一个梦啊 中到这个女人的心中 然后呢 我们为什么 我们妇女同胞为什么受苦 就受这个梦的这个这个折磨呀 我这个广广广广回来了 我再给你看点广谷 Morm 三人请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这个领导演给港大女生上的一个课 男生也来上 我主要关注女生 我觉得他们听了你的课之后 就更嫁不出去了 我觉得他就想告诉人们 我们觉得什么生活是幸福 你是怎么样被影响成这样的 他的课堂上还放一点 今天咱们也放一点 韩国的 就是说房地产的广告 你可以来看一看 咱们咱们最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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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她要做事情的那些地方 然后才有这些第二次妇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这个东西很好玩 刚才佑婷在讲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一种补偿 因为这个男的他觉得给你这个钱 他就可以把名分这个东西给补回来了 我许这个女的他就会觉得说 我虽然没有名分 但是我其实还是可以有一些 可以拿在手上的东西 那名分本来是虚的嘛 你可以说除了你说要分遗产啊什么的时候 但是呢这个东西他拿在手上的时候 他起码觉得说没有那么自我歧视 因为我拿着贵的东西了 就让我觉得说我是有胜分的了 我往往有一个假定 就是说呀 没有比你坏的人 也不会有比你好的太多的人 就是说每一个人做出某个选择呀 你都不能蔑视他 他都是他的情况下做出的一个 他认为对他合适的选择 只要不犯法 只要不伤害这个第三者 当然就是第三者 我说的咱们就说这个物质 这个物质 刚才你讲的这个我也有一组照片 给你看看 就是我去这个纽约的一个MOMA 就是现代艺术博物馆 好 我去了一个展厅 我一看我说这是什么艺术博物馆 这不是厨房用品商店吗 这就是美国现代设计的一种东西 当然艺术家他要表达什么我不清楚 但是我认为我在这个里边看出了资本主义的阴谋 就是什么叫美国生活方式 他是怎么样让美国的女人们 美国女人其实也挺没劲的 怎么就是产生这样一种生活的梦想 你可以看看这些照片 这就是他的这个 你看当年美国的这个画报 这样的厨房 怪不得好多美国女孩就说我一定要开放式的厨房 对 这样的厨房是美好的 家庭主妇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你再看下一张 你看 这就是美国的这个这个流行艺术 他就说你要用这样的家具 用这样的厨具 用这样的吸尘器 你再看下边 这是当年尼克松带着这个赫鲁晓夫吧 如果没人做的话 很有名 这个很有名 当年这个大概是六七十年代吧 那个时候 六十年代 美国的大洗衣机 美国洗衣机 这是展览 你再看下边 你看 这样的生活方式 我就想要这样的厨房 你就是心灵头脑被殖民的 你知道吗 你再看下边 你看 现在咱卖房子很常见 就当年美国人告诉你客厅要摆成这个样 卧室要这个样子 厨房要这样的布局 你再看下边 这是美国的生活方式 他们就要这样搞 就是说他们要告诉你 这样的生活代表幸福 咱们先去下广告 还是广告 腔腔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又婷你明白吗 我想跟妹妹们说明的就是 你认为怎么样 姐姐也要听啊 你认为怎么样好 并不存在一个天经地义的那样的好 你是被人骗了 被一个东西灌输的 可是我觉得也好啊 所以我应该是认同他 我是符合他 如果他今天灌输我是我不喜欢的 那我也觉得不好 只是当然我可能也承认 当每天人家说如果有个open kitchen 然后外面看得到这个鸟羽花香 然后我老公就会从背后抱住我 这就是一个幸福的人 剧本啊 对这个剧本 如果这样子看十遍 我当然会被洗脑 想说我也梦想这个抱住我 生产阶级的最典型的 其实美国人活得很没劲 大部分美国人 就是这种冰箱 一打开全是食物 吃的吃的 一半美国人都超重 对吧地球全让他们吃光 就是搞这个 所以他去买一个 诗和院了 他觉得说住在诗和院蛮有趣的 对 为什么不去 就我就我的意思是说 包括女人 对吧 为什么对未来的生活想法 那么单一呢 比如说我一定要有个老公 或者我一定要有个孩子 或者我一定要有条狗 可以很好 但是没有 也有你的价值啊 可是我会被骂啊 对啊 所以我就说 这是现在的这个生活压力 所以我们说我们做媒体 真的要负点责任 应该要让我们自己本身媒体的内容 再多元一点 而且我刚才说 我说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这个媒体的一个效果论 以前 以前叫做子弹理论 就是说媒体灌输什么 人们因为没有教育 所以他就会接收什么 而到了越来越以后呢 书本里是告诉我说 你做媒体呢 其实你的效果影响越来越小 因为是观众来选择你 而不是你去做给观众看 但是我发觉不对啊 我发觉月21世纪